作曲 李宗盛 谁去想了痴情郎 这红尘的战场 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过期冠 谁敢闯 万里 心怀悲凉 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万里 心怀悲凉 这世道的无常 注定该爱的人一身伤 你要的答案就在里面 在下高见礼 贤女 两位的大名如雷贯儿 在下也是十分的敬仰 只是如莫两家自古不相往来 这是 两位快起来说话 您爱二先生 拜托了 可以请颜二先生进来了 请吧 看起来 你打算为自己做一把剑 剑客离不开剑 从冤红到木剑 只是剑而已 剑总会伤到身边的人 无论是敌是友 是的 说到底 真正造成伤害的 是剑还是剑客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你有答案吗 还没有 听说 听说 阎璐先生身为儒家数一数二的高手 精通儒家至尊经典 一经 也掌握一数条理之道 是的 道家逍遥先生说过 一经 很可能是容姑娘最后的一丝机会 身为一仙 可以救治所有的人 却无法救自己 我不知道容姑娘 她这么做 到底值不值得 我认为她这么做 不值得 你怎么都不说话 或许你是对的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我不希望我是对的 我希望我是错的 我认为她这么做不值得 但是我很希望我是错的 我希望她这么做是值得的 是为了值得的事 是为了值得的人 你懂不懂 我很抱歉 谁要你抱歉 谁要你抱歉 你这个混蛋 严先生在里面诊断 需要安静 我看你们这些剑客 都是冷酷的人 比你们手上的剑 还要冷酷无情 小枝 你去哪儿啊 我不痛快 出去散散步 多谢 厉害不厉害 要不要拜我为师 学习这么厉害神奇的刀法 如果不是我看到你有很好的练武根骨 我可是绝对不会轻易传授这套独步天下的刀法的 懂吗 那你决定拜我为师了 为什么 我平时吃梨的时候 从来不削皮的 你以为这套刀法只是用来削梨的吗 不是吗 你 应该也能削苹果吧 不过苹果我也是连皮一起吃的 我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要学习厉害的武功的吗 对啊 你不觉得我的刀法很厉害吗 你的刀法当然很厉害了 那你为什么不要学 我以后要成为像大叔那样的剑客 当然要学剑法咯 我学刀法有什么用啊 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大侠是带着菜刀行走江湖的 你看不起用刀的 你要做什么 别忘了 我可是你们的巨子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怎么了 别哭 我不要 你到底怎么了 你走吧 不用管我 我是你的巨子 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 别管我 巨子又怎么样 你又帮不了我 我愿意帮你 那你愿不愿意学我的刀法 那好吧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不能耍赖啊 也不准偷懒 你这大胖子变脸也变得太快了 我有点后悔了 什么 你是巨子 不能反悔的 我怎么感觉 接下来会有很多苦头要吃啊 怎么会吃苦呢 练功自然要小小的吃点苦的 你看 你也承认了 吃苦 吃苦 怎么会呢 对了 你学我的解牛刀法 还有一件别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 什么好事 你练功练得好的话 我就给你做好吃的 好吃的 有什么好吃的 那可太多了 我可是齐鲁第一的大虫 包你吃一年都不会吃虫药 真的吗 你会做那么多菜 吹牛 我先抱几个给你听听 馋死你 到时候啊 我给你做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鸭 烧紫鹅 烧卤猪 姜米酿鸭子 石井酥盘 香肠 卤石劲 烤紫鹅 烤鸳 烤鸳 烤山鸡 石井套肠 卤煮含鸭 马酥油卷 六鲜膜 六鱼谱 六鱼肚 六鱼片 醋溜肉片 烤山鸡 小子 找到你的弱点了 嘿嘿 怎么样 这就不是吃苦了吧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保证你吃的满意 你这套毒不天下的刀法 叫什么名字 解牛刀法 要解疗墨家端木姑娘的伤势 以我对意境的领悟尚且不足 必须要请出诗书 这可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比这个更困难的事情 什么事情 目前掌门大师兄还不知道此事 情来 相比为�동 Dog 责 责 从来没见过这么馋嘴的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练功了 找什么呢 还有半只烤鸡呢 学完剩下的半招就可以吃了 能不能先吃 不行 学半招吃半只 学会整招就吃整只 他还等着呢 等久了他就凉喽 好 我来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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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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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 诗书 这些日子身体可还安好 嗯 哦 诗书 可是还在研究子房的内盘棋 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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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你还在 是的 我没空 东武 男十二 那小枝先行告退了 你在搞什么鬼 小枝不敢 这一招是你想出来的 蒙高人指点 什么样的高人 近日书院之中来了位少年 年纪轻轻却是奇异超群 偌大的书院竟没人能是他的敌手 奇手原本就是少年成才 十三岁不成国手 终身无望 三省院这些鱼目脑袋自然成不了什么大器 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小枝不才 说得一败涂地 子房呢 三战三败 如此小圣贤庄 颜面何存 小枝思量再三 唯有请师叔出山一战 晚辈子民 徐夫子 他们说你精通围棋 既敢既敢 承让承让 小鬼还挺谦虚 倒不是说得那么嚣张 徐夫子 说得规矩吧 这位少年交手有个规矩 哦 书的人必须要为对方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不违背道义 且力所能及之事 你敢难得说 如果晚点遇到我就好 我不知道它在你心中 真的这么重要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我能飞在地方 不倒 不倒 不 在你回到我 迁着变个角落 我把你的泪 用心做人空 你却 放开我的手 像银河 伸出的沉默 我要飞扬 躲进头的沙漠 你所有的灰 争奉出我 躲 请不吝点赞通 请不吝点赞通